女人突然双脚离地腾空而起 即使医护人员用尽力气拉扯 她也始终无法双脚落地 甚至是无法移动 最难以置信的是 仅仅才过了几个小时 医生拿来尺子一凉 发现她和之前相比 悬浮的高度又上升了几公分 他们对此束手无策 只能抽取血液 做进一步的检查 悬在半空的沙拉什么也做不了 就连上厕所吃饭 都是在空中解决 夜晚睡觉 也只能抓紧被单飘在半空 可就算是这样 他们也没有放弃希望 而是积极乐观地等待着专家的到来 不知不觉又过了几天 沙拉已经升到了天花板的位置 专家也终于赶来了 她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并告诉他们 以现在的上升速度 十周之后 沙拉将会上升到一万两千英尺的高度 在那里 她需要保持温暖 需要氧气 再过几个月 她会突破卡门线 冲出外太空 这意味着她将会死掉 而目前的专家学者们 都找不到这种现象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目前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她活得舒服一点 这绝望的消息 让丈夫和女儿都不知所措 沙拉更是红了眼眶 他们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但也无济于事 由于沙拉已经顶到了天花板 丈夫只能先凿开地板 让沙拉能够站直 很快 沙拉升到了二楼女儿的房间 女儿希望放弃考试 想要留在家里多陪陪母亲 可沙拉听完却大发雷霆 她情绪激动地训斥女儿 让她专心背口 不要受此影响 明明都是关心着对方 但一开口 却满是伤害 想到自己即将冲出房子 沙拉让姐姐给自己打扮了一番 她要和丈夫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 既然无法改变结局 那就好好珍惜眼前的时光 傍晚女儿放学刚进家 就听见母亲发出痛苦的叫声 接着看到一根绳子拴在她的脚上 这个女人悬在半空 一旁的丈夫舍不得让她飘走 于是就用绳子绑在了她的脚上 女儿想要割断绳子 却被爸爸阻拦 直到沙拉的脚踝处传来了脱臼的声音 这时丈夫才明白 不管她怎么努力 都无法留住妻子 一周之后 沙拉的高度已经升到了房地 丈夫和女儿只能乘坐升降梯 给她送来水 食物 手机 MP3 以及氧气罩 沉重的一大包物资 或许还可以减缓她的上升速度 递过包后 女儿和母亲用拥抱做告别 丈夫则在一旁摸不出声 他们心里都很明白 这是一家人最后一次同行 就在梯子下降的那一刻 丈夫还是没有忍住 她紧紧抱住妻子的双腿 一切不舍 静在不言中 随着沙拉越升越高 空气开始变得稀薄 紫外线带来的灼痛胆逐渐加深 雨水也时常造访 她的脸颊被冻得通火 而包里能吃的食物 也已经所剩无几 吃完最后一块饼干 她给女儿打去了电话 只字为提自己所遭受的苦 反而一直关心女儿的学习情况 问她是否有早睡早起暗室吃饭 让她学会照顾自己 面对母亲的嘘寒问问 女儿委屈地想掉眼泪 她怕母亲发现 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沙拉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心中的难受始终无法平复 她掏出MP3 尽情地随着音乐唱出声来 眼下 这是她唯一的抒发方式 但一个不小心 MP3从她的手中滑落 沙拉在空中崩溃地大叫 这时 一大群鸟飞向了她 沙拉在空中被一群鸟包围 尽管她被撞得一度抬不起头 但还是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能看到这样的奇观 沙拉觉得也算是人生无悔 这一刻她非常释然 可很快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沙拉被淋成了落汤机 丈夫望着房顶的洞口 默默地在为妻子祈祷 最后 沙拉突破了云层 来到了卡门县附近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决定摘下氧气罩 给挂念的家人打最后一通电话 听到电话铃声响起 女儿激动地跑了过来 沙拉呼唤她的名字说 丈夫苦苦哀求沙拉 将氧气罩带上 可沙拉却让他们看向洞口 借着一个包裹从天而降 沙拉终于穿过了卡门县 永远消失在了宇宙中 留下的只有亲人伤心的泪水 不久 家里的洞被填补 女儿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也逐渐变得温暖 饭桌上 看见女儿开始认真被烤 父亲感到了欣慰 也许他们都该从痛苦中走出来 拥抱新的生活 电影《卡门县》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我们无法左右生老病死 但我们永远可以 把握当下 珍惜佳人